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趣的是 李宗盛 1943年 最后率1200人几亿 是一个突出的成功范例 张洪烈本来是东北军的 当过营长 还曾是张学良的上校副官 阅历丰富 但他加入中共后 更加朝气彭国 具有为革命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 1942年 总部情报处决定在伪军中发展地下武装 林一从抗大总校选中的担任军事教员的张洪烈和军一刘小平 夫妇 派到底 战区北平工作 林一向他们交代任务 打入华北大汉间 随禁军总司令齐英统帅的华北治安军内部长期潜伏 不准轻易返回总部 中途如张洪烈出事 由刘小平返回报告 展开全文随后 张洪烈夫妇被关在马田总部情报处院内 除灵异常与他们见面外 不与任何人接触 两人上午学日语 下午阅读北平和天津报开河书籍 以及敌尾军事政治情报资料 经过六个月隔离训练 林一交给他们六百元尾避 两人就乔装上路了 他们从阳义镇进入游击区 费了很大劲 花钱买到两个良民证 进入敌战区 两人从武安坐公共汽车去邯郸 上车不久 一名日本兵和两名伪军上车检查 日本兵打了一下张洪烈 下令 你的 下车 张洪烈假装没有听懂 日本兵伸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张洪烈被迫下车 两个伪军压着他到一个小屋子 公共汽车开走了 张洪烈一时摸 不到头脑 前思后想 难道是自己哪个地方暴露了吗 接下来 伪军对他审问了三个小时 审了停 停了审 审问好几次 张洪烈都对打逐流 天衣无缝 突然 一个戴墨镜的人说 你可以走了 张洪烈匆匆登上第二辆汽车到达邯郸 刘晓平正在汽车站等他 两人一前一后 离开了汽车站 事后得知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叛徒 正在寻找从八路军总部派来的侦察员 张洪烈与刘晓平在邯郸先以卖菜为掩护 寻找机会 随后 张洪烈从北平晚报发现了一副提词大东亚共荣圈 共存共荣 提词署名是河北省警务厅厅长朱兆雄 他正好是张洪烈在金陵路军学校时的教官 他马上带着刘晓平找到了朱兆雄 朱兆雄问他们来干什么 张洪烈说 家在河北县县 回乡探兴 晚上 师生二人谈得十分热烈 可是 一番谈话下来 朱兆雄就察觉 张洪烈不单单是探亲 猜疑张省国特国民党特务 于是说 洪烈 我是身在曹营新在汉啊 不是真心当汉奸啊 张洪烈将计就计 寒而不露地说 学生一向尊重老师的为人 你身为厅长 自有苦衷 日后一旦需要学生作证 我定醒身而出 至于我有没有任务 老师就不要多问了 即便我真有 也不能随便告诉你 这一点 我想老师是明白的 好 好吧 不问了 朱兆雄笑着说 第二天晚上 师生二人又彻夜长谈 随后 朱兆雄把张洪烈安排在县县警备大队当副大队长 不久 从警备大队长 警备连队长 直升到警备团长兼县县县县长 但是 张洪烈后来说 三年中 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 用各种方法试探 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 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 艰难的度过了这三年 县县派有日本顾问 讨伐大队是日本队长 以此 日军派他去进攻计 中八分去 结果 伪军损失惨重 张洪烈为消除日本人的怀疑 用手枪打伤自己的右小腿 1944年5月 天津县兵队又派来一个御少佐 一次 他突然找张洪烈说 你八路的干活 翻译说 把通八路军的事详细说出来 说没事 不说不行 张洪烈十分震惊 但还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说 我的情况 牧村大队长最清楚 每次讨伐 我都走在前头 我对黄军没有二心 没想到 今天竟拗着通八路的罪名 而越队他追问 张洪烈以公家手 摘下战刀 卸下手枪 扔到桌子上 又扯下军衔和领章 发火说 我不干了 黄军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牧村大队长说了许多张洪烈的好话 还说古部队长中将旅团长 还讲给张一把战刀的 而遇见他和上司有来往 才有些缓和 从皮包中拿出四封匿名信 张洪烈一看 内容是 送出的情报收到了 枪 子弹 药品军收到 以后换个地方 送张洪烈只看了两封信 就冷笑说 这信不值得一看 这是八路军惯用的圈套 想借你们的手把我杀掉 你们日本人那么有办法 怎么能相信这些信呢 这样 日军才罢休 又是让座 又是倒咖啡 一切才结束 随后 张洪烈在带队与八路军 和游击队交货中 故意安排八路军将警备团中的 反动副团长 几个反动营长击毙或俘虏 通过一系列打假仗 他将部队的军官 全部换成了自己安排的潜伏人员 彻底地掌握了这支部队 1945年2月 张洪烈县长和日军周县县兵队长 松本联合下令 保存实力 主动放弃县县县城 日军大本营批准了这一报告 6月16日 八路军不费一抢一弹 占领县县 8月13日下午 日军首领松本 滕刚等人十分恐慌 张洪烈发现日军要逃跑 马上下令会信中队长带兵 伏击逃跑的松本部队 打死几十 明日军 天快亮时 日军顾问滕刚带着十几名日兵 讨回张洪烈首尉的催装据点 滕刚大喊 我们遭到八路军伏击 赶快开门 让我们进去 打 张洪烈一声令下 首尉部队对准日军猛烈开火 将他们全部歼灭 三天后 8月16日 张洪烈率领一千二百名官兵 开出催装据点 正式宣布起义 随后 林毅带着八路军前方指挥所参谋长滕戴远的电报 前来表示祝贺 很快 张洪烈被任命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张洪烈